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加利福尼亚一个自由派的堡垒 可能会在2024年给唐纳德 特朗普一个意想不到的助理 周一晚间足球赛 费城老鹰保持不败 击败了坦帕湾海道队 这个日期在棒球历史上 马克·麦奎尔创造了一个新的神奇数字 一季度打出了70个拳雷打 9月27日星期三的电视体育节目 拜登的儿子亨特起诉朱利安尼和律师 指控其涉嫌数据泄露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加利福尼亚一个自由派的堡垒 可能会在2024年给唐纳德 特朗普一个意想不到的助理 多伦多星报 加州共和党的规则改变 可能会帮助特朗普在2024年 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项规则改变意味着 如果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加州初选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 他们将获得全部169名代表的支持 如果没有候选人达到这一要求 代表将按比例分配 之前 加州共和党初选 由数十个独立的选区竞选组成 每个选区的获胜者将获得三名代表 而在全州范围内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 将额外获得十几名代表的支持 这项规则改变引起了争议 一些人认为它抑制了该州的竞争 然而 其他人认为它将提高投票率 并使该州在选出党派候选人方面变得重要 尽管在2020年的选举中 特朗普在加州输掉了超过500万张选票 但它在该州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 而在该州的卓越表现 可能使它更接近获得提名 周一晚间足球赛 费城老鹰保持不败 击败了坦帕湾海盗队 CNN 费城老鹰队以25比11击败了坦帕湾海盗队 延续了他们在NFL常规赛中的强势开局 老鹰队的防守表现出色 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让海盗队一分未得 尽管饱受类似流感的症状的困扰 老鹰队的四分位贾伦 赫兹凭借277码的传球马术 一次传球 Touchdown 一次冲刺 Touchdown和两次被抄截的表现为胜利 做出了贡献 老鹰队的地面进攻也非常强势 以201码的冲刺马术队比海盗队的41码 在另一场周一晚上的比赛中 新星大提孟菲斯队以19比16 击败了洛杉矶公羊队 公羊队的四分位马修 斯塔福德被抄截了两次 这个日期在棒球历史上 马克 麦奎尔创造了一个新的神奇数字 一季度打出了70个拳雷打 美联社 1914年9月27日 克里夫兰纳普斯队的纳普 拉乔伊在对阵纽约洋机队的比赛中 完成了他的第三千支安打 1923年的同一天 路易斯 盖里格在大联盟中打出了他的第一支拳雷打 15年后 他打出了他的第493支也是最后一支拳雷打 1930年 哈克 威尔逊为芝加哥小熊队打出了两支拳雷打 使他在一个赛季中创下了全国联盟的56支拳雷打的记录 1998年 马克 麦奎尔打出了他本赛季的第70支拳雷打 创造了新的记录 1998年 纽约洋机队连续第七场比赛获胜 常规赛以114胜结束 2017年 明尼苏达双城队成为第一支 在前一年至少输掉100场比赛后进入季后赛的球队 9月27日星期三的电视体育节目 美联社 以下是9月27日星期三的体育赛事时间表 时间表包括保龄球锦标赛 大学排球比赛 MLB棒球比赛 NHL冰球比赛 男子足球比赛和网球锦标赛 值得注意的赛事包括PBA埃利亚斯杯决赛 莱德杯和LPGA巡回赛 时间表可能会有变动 拜登的儿子亨特起诉朱利安尼和律师 指控其涉嫌数据泄露 路透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对鲁迪 朱利安尼和朱利安尼的前律师罗伯特 科斯特洛提起了诉讼 指控他们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据称他们从他的笔记本电脑中获取了数据 诉讼声称 朱利安尼和科斯特洛对拜登的数字隐私造成了彻底毁灭 这是拜登提起的最新诉讼 他还面临联邦枪支指控 他之前曾起诉过一名前白宫助手和美国国内税务局 亨特·拜登正在寻求惩罚性赔偿 并要求朱利安尼和科斯特洛 归还他们仍然拥有的任何数据 你在加利福尼亚州喜欢欣赏艺术的地方是哪些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份由读者推荐的加利福尼亚州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的清单 该清单涵盖了各种地点 包括就金山的明尼苏达街项目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博物馆的星期五之夜活动 博德加湾的伦布朗收藏 卡梅尔海滩的温菲尔德画廊 埃斯孔迪多的埃斯科项艺术 洛杉矶的G·保罗 盖地博物馆 以及圣地亚哥的墨西哥艺公园 这个系列已经运行了几个月 读者们推荐了他们在该州体验艺术的最喜欢的地方 纽约时报一直在要求读者将他们的建议发送到 see it today at newyorktimes.com 中国电视主持人与失踪的外交部长有关联 他在美国有待遇孩子 金融时报 据报道 中国知名电视主持人傅小天 去年通过美国的待遇母亲生下了一个孩子 傅小天与秦刚有一段恋情 秦刚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 直到今年6月突然被换人 但运在中国是非法的 据报道 当局正在审查秦刚和傅小天的关系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与他被撤职有关 Gary Sinise将获得AARP荣誉目的奖 美联社 家里 希尼斯 Gary Sinise将因其基金会支持军人和急救人员的工作 而获得AARP荣誉奖 Gary Sinise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 旨在表彰军人 退伍军人 急救人员 他们的家人 和有需要的人 希尼斯因在阿波罗13号和阿甘正传中的角色而闻名 在那里 他扮演了一名受重伤的越南战争老兵 并领导了海军最暗调查处 纽约的演员 郑融九计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宗旨奖 授予50岁级以上 并通过其知识和生活经验有所作为的个人 在医疗补助计划解除过程中 上诉数量激增 华盛顿邮报 全国各州的州级医疗补助办公室 告诉The Health 202杂志 他们在清理名单时 收到了大量的上诉请求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料的 因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使得各州在三年内无法提出不合格的受益人 但这种涌入 迫使许多州雇佣了额外的支持人员 并促使联邦政府 为他们提供更多时间来审理案件 马里兰州警方在视频中 与雷切尔·莫林嫌疑人确认男子 英国独立报 警方已经确定 并采访了一名男子 与谋杀五个孩子的母亲 Richard Moran的主要嫌疑人 一起被监控录像 他的手臂也被视频捕获 在嫌疑人离开家后关上了门 该男子不是嫌疑人 但无法向警方提供嫌疑人的身份 警方很感激房主提供了录像 因为没有录像 他们就不会有嫌疑人的照片 凯文 麦塔西在关键投票中 对抗共和党的持不同意见者 华尔街日报 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塔西面临来自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压力 要避免10月1日的政府停摆 麦塔西试图通过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但遭到了共和党反对派的阻挠 他希望说服反对派投票 支持国防法案和其他三项拨款法案的程序性投票 随后在本周晚些时候通过一项短期资金法案 如果民主党反对 麦塔西需要所有共和党人的支持 才能通过立法 凯文 麦塔西在关键的停工投票中 对抗共和党的持不同意见者 华尔街日报 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塔西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日子 他努力阻止10月1日政府关门 有人担心保守派持不同意他的提议 通过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而且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也在施加压力 麦塔西试图在本周晚些时候 支持一项临时法案之前 通过四项年度拨款法案 然而 共和党反对派将在周二 决定是否阻止国防法案 以及其他三项拨款法案的程序性投票 麦塔西需要几乎所有共和党选票 才能在众议院通过立法 罗伯特·德尼罗正在通过出演Ober广告 来玷污自己和出租车司机 英国独立报 近年来 好莱坞演员为商业广告重演他们的标志性角色 已成为一种趋势 罗伯特·德尼罗是最新加入这一潮流的演员 他将在Ober的广告中亮相 尽管Ober否认他将重演出租车司机中的角色 但这个暗示是明显的 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电影和其中创造的角色的神圣性的质疑 文章认为演员应该让他们的标志性角色保持原样 而是享受他们的财富和全球的崇敬 游戏中的角色之一 守护者经理特里 弗兰科纳即将结束 他以优雅和温情为特点的职业生涯 多伦多星报 据报道 克里夫兰守护者队经理特里 弗兰科纳将在2021赛季结束后辞职 尽管弗兰科纳尚未正式宣布离职 但他已表示 这可能是他担任球队经理的最后一个赛季 弗兰科纳在守护者队效力了11个赛季 在棒球界备受尊敬 尽管近年来有健康问题 但弗兰科纳对球队和棒球比赛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深受球员喜爱 同行尊敬 球迷真爱 弗兰科纳一生都与棒球有关 先是作为球员 后来成为经理 他执教了超过3600场比赛 目前在历史胜场榜上排名第13位 弗兰科纳多次带领守护者队进入季后赛 并在2016年差点赢得世界大赛冠军 他因能够与球员建立良好关系 并坚决保护他们而受到赞扬 弗兰科纳以对棒球的热爱和随和的个性而闻名 他始终把球队放在第一位 并与球员保持着开放的沟通政策 弗兰科纳因能够在竞争中保持积极的团队环境而受到赞赏 守护者队将在对新兴大提红人队的主场收官站中向弗兰科纳致敬 播放赛前视频 并为球迷准备2万件谢谢Tito的T恤 今天的家庭教育更多元化 宗教色彩较淡 调查发现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的一项调查 美国家庭教育在疫情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项调查对1027名有5至20岁子女的家长进行了调查 发现家庭教育现在更多地受到对校园枪击事件 欺凌以及政治侵入公立学校的担忧驱动 而不再主要基于宗教信仰 调查结果显示 家庭教育在种族和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多样化 家长更有可能根据孩子的需求将家庭教育与公立学校教育相结合 调查还发现 62%的家庭教育家长认为 对校园枪击事件的担忧是选择家庭教育的原因 而75%的家长则担心学校环境 包括安全、毒品和负面同伴压力 调查显示 家庭教育者越来越追求道德教育 并在保守和自由观点之间存在分歧 近一半的家长担心公立学校中的自由主义影响 调查还发现 家庭教育者越来越追求道德教育 并在保守和自由观点之间存在分歧 近一半的家长担心公立学校中的自由主义影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天的观察员和新闻播报员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规则改变 可能会对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产生影响 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的选举中 在加州输掉了超过500万张选票 但他在该州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 所以 这项规则改变有可能让他更接近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不过 这个规则改变引发了争议 一些人认为他抑制了竞争 而其他人则认为他会提高投票率 使加州在选出党派候选人方面变得重要 你对这个规则改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还谈到了一些体育新闻 费城老鹰队在周一晚间的比赛中战胜了坦帕湾海盗队 延续了他们在NFL常规赛中的强势开局 还有一些关于棒球和足球的新闻 以及一些体育赛事的时间表 你对这些比赛和运动员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娱乐界的新闻 包括中国知名电视主持人傅小天 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关系 以及好莱坞演员罗伯特 德尼罗将在Ober的广告中亮相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 我们谈到了家庭教育的多样性和变化 根据一项调查 家庭教育现在更多的受到对校园枪击事件 欺凌以及政治侵入公立学校的担忧驱动 而不再主要基于宗教信仰 你对这个趋势有什么看法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分析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刻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